第一代华裔移民谭秋情当选为大休斯顿地区的斯坦福市市议员 成为该市市100多年来唯一的华人议员 华人谭秋情当选大休斯顿地区斯坦福市议员 经两轮激烈角逐 第一代华人移民谭秋情女士以51.9%的选票 成功当选为大休斯顿地区斯坦福市市议员 成为该市100多年来唯一当选的华人议员 开创了华人参政的历史 谭秋情来自中国台湾祖籍湖南 参选前已经担任12年国会议员埃尔格林的华裔助理 从政经验丰富 历经几个月的艰苦选战 谭秋情在各界帮助下 以其毅力和智慧以及特有的亲和力 赢得所在斯坦福市主流选民对她的认可 成功跻身于市议会 谭秋情发表了胜选感言 斯坦福市市长斯卡塞拉来到谭秋情竞选办公室 表示祝贺 这次出来的竞选能带动更多的华人 出来重振在美国的主流 参政重振发挥华人的影响力 还有能够为华人争取更多的权益 She is the first person of Chinese origin to ever be elected to a position on the Stafford City Council I believe that Alice will bring much to our city with her strong background in her Chinese culture And also the many things she's learned since she's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 so excited to see a Chinese American woman running for office here locally And I'm really hoping that it also inspires more women to run for office at a local statewide and national level 谭秋情表示作为第一代的技术移民在美国从政需要克服的困难很多 华人需要更加突出的表现才能赢得美国人民的信任 华人社区以前对政治不是很热情 通过这次竞选带动了大休斯敦地区华人积极参与选举和参与主流政治活动的热情 在主流社会发出华人的声音 特约记者汉文 穆时 休斯敦报道